一言陈豪12月4日晚以白胡子的形象 现身香港西九龙出席时尚活动 陈豪笑称这个不是新剧的造型 因为自己是个喜欢尝试的人 所以趁没事干的时候找点新的东西玩玩 那太太陈亦美和三个子女有什么评价呢 一般小朋友都不喜欢爸爸留胡须的吧 他们觉得不错 而且小孩子都跟我这个胡子就去玩 所以呢也蛮开心 而且那个新诞节也快到了嘛 而且我蛮像那个新诞老人 所以也可以给他们礼物 就玩玩一下吧 其实不是我自从他们出生以后 我一直都是聊着这个胡子嘛 所以他们就习惯了我有胡子 我尝试过没有胡子了 他们就好像我的小女儿 就好像看不见我的样子 所以我没有胡子他就不习惯 那爸爸就没有胡子了 另外最近有报道指一言陈立香 为了儿子将来的上学问题 在找陈豪取经后 搬到香港港岛区居住 做父母的真是不容易呀 我跟你说现在啊 每一个爸妈他们要要烦恼的就是学校 你要去你要去什么学校 你就要住到哪里 每一个也是一样 我自己以前也不不信的 但是也真的不能不 那陈豪你和陈英美有没有计划将来送三个子女去外国读书呢 那我觉得那是一定的 小孩子差不多大的时候 我最喜欢他们的大学是在外国去念 因为可以把他们这个思想 他们这个看的东西可以放开一下 那就好了 模方全媒香港报道